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怎么回事 解释一下 对不起 昨晚您喝大了 让我帮忙找手机 我没帮您 给您道歉 是 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呀已经教育过他了 并且已经扣了工资了 小多 在客人道歉 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他呀 就是来我这实习大学生做兼职的 并且啊 他很不专业 您别介意 你把他电话给我吧 我给他道个歉 好好好 明白 明白 在这儿 除了我 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朋友了 还真有一个 几年前绘画论坛上认识个网友 聊得还挺好 然后呢 联系方式没了呗 失联了 那不等于没有吗 走啊 坐这个 你不比从前了 别挑三拣四的 赶紧来 还得给你租房呢 就算我再穷 我也不坐你那破车的 你快点 哎哎哎 这个可是优质客户 我跟你说 你这个你要是项目中的话 那真就没 这小电动还挺刺得起 来 到了啊 来 进来 你呀 现在这点钱只够合足的 这个房子是我找到目前最好的了 来 你进来 来 你看看 怎么样 我先去给客户回个电话 你先看着啊 我一会儿回来 你先看着啊 你先看着啊 我一会儿回来 这盘子洗得还真干净 小火煮两分钟 我去 这水洞都是坏的 得让房东修一修 好香啊 哎呦 好香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哇 好少女啊 这沙发好硬啊 个头啊 嘿 这字啊 写得还挺可爱啊 嗯 头绳两块五 记得这么细啊 哎呀 打完了 怎么样看的 不错吧 还行嘛 不过这和服吧 一心 你先来看看你 房间 来 是你 晨恩 你俩认识啊 那正好了 以后合租方便了 可是我租房的时候说过 不跟一心合租的 是 是吗 嗯 我 我先看看合同啊 没事 这个 这个 来 你看 这上也没写 你说你不跟一心合租啊 但当时租房公司答应我了 那个 口头写一般都不做书了 是吧 嗯 嗯 这这这合同上没 老六 咱们再找找其他房子吧 这 我跟你说啊 过了这村也没这地儿了 这环境也好 价格也合适 咱不亏立餐凭啥不足啊 哎 别叨叨了 人家女孩不想跟一心合作啊 能理解 无意啊 当绅士不是这个时候当的啊 你得看看你的处境 别说了 咱们走吧 哎 等等 合同上没写清楚 确实是我的问题 哎 你看 人家这女孩多同情哪里啊 以后你们和在一块合作 那 那肯定很愉快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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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合同吧 行不行 有张牢 有张牢 哪哪哪哪 我给它灭了 这里 哪儿呢 也没看到啊 我最怕张牢了 我可怎么睡啊 嗯 这样吧 那你在沙发上睡 我给你守着 嗯 嗯 那 那好吧 哎 那你不睡吗 嗯 我天天熬夜 嗯 嗯 嗯 谢谢啊 我怕你着凉 我给老六打电话 喂 喂 老六啊 这房子有蟑螂啊 你联系房东 赶紧把蟑螂赶走 我跟蟑螂啊 只能留一个啊 嗯 啊 毕业典礼不能来了吗 哎 没事儿 我早就说不让你们来了 来这一趟也没什么意义 嗯 好了 你们来了我更麻烦 嗯 小璐 毕业典礼 家里人怎么能都不出现呢 顾一哥 哎 别傻站着了啊 来 我给你拍照 来 站到这边 笑一个啊 哎 再笑得开心一点啊 嗯 不错 嗯 今天谢谢你了 顾一哥 哎 举手之劳 哎 照片披得真好看啊 哎 主要啊 使人好看 顾一哥 你怎么天天吃这个啊 啊 这个 省钱 而且味道也不错 可是 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 身体最重要 哎 对了 顾一哥 你怎么天天都过这么节俭啊 嗯 做生意失败了 欠了不少钱 我现在富二代 负债的富 顾一哥 你负债还表现得这么轻松 真厉害 其实 我毕业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在这个城市 有自己的家 我也在努力攒钱呢 哎 真好 那我们都努力挣钱 嗯 那 我们比赛攒钱吧 开始攒多 好啊 明天我就一个工作面试 工资可不低哦 顾一哥 加油 嗯 加油 雲丝 谢谢你啊 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其实你也不用谢我 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嗯 喂 喂 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啊 嗯 你怎么知道 我刚出差回来 路过的时候看见你 我现在过去找你啊 哎 别别 怎么给挂了 小鹿 顾一哥 你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哎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云司介绍我来的 带培训班 学生多的话 钱还不少呢 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 对啊 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 是啊 赵生才给你奖金呢 我可以做你的学生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 先给我画一幅画像 顾一哥 你答应他吧 有奖金呢 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 你就画吧 那我 给你们三个人都画了 顾一哥 画得真可爱 我能觉得画的都是同一个人哪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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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朋友再叫我轰趴 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可以把他们发展成成是学生 哦 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改正画室 哦 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改正画室 其实我挺想让你给我点建议的 顾一哥 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墙会 我可以跟老板申请让你试试 可以的话 一晚上能重五百呢 可以的话 好 顾一哥 对不起 我占到颜料了 怎么办呀 重新画是不是呀 那也来不及了 没事儿 嗯 这样就没事了 顾一哥 你真厉害 顾一哥 你笑什么 我笑 你刚才紧张的样子特可爱 嗯 顾一哥 你看 那有个气球哎 你想要吗 嗯 那你等着啊 不用了 那我去给你买一个 不用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等等我 真不用了 你在这儿等着啊 那我去给你买一个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等等我 你在这儿等着啊 那 谢谢顾一哥 哎 这个好好看 嗯 这有什么好看的 嗯 那个 我宣布是啊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 你 你 还有你 话就不能一口气说话了 今天呢 我请你们 吃大餐 这个看起来真好吃 大餐又一块蛋糕啊 都有都有啊 蛋糕都有啊 嗯 顾一哥 大餐是什么 你们等着啊 我这次去给你们做大餐 谁啊 哦 我去开门 顾一 今天晚上大餐都有什么 哎 要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房租有吗 哎 房东啊 您怎么来了 交房租啊 你不要还两天行吗 不行 要么交钱 要么搬出去 我真没钱啊 没钱 没钱吃大餐 要不我跟你收拾行李 别别别 那 那我住哪儿啊 去我那儿吧 去我那儿吧 我 我们家 我 我那儿每天都有聚会 人也多 多你一个也不多 去我那儿吧 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 主要要领你上班的地方来进 我那儿还有个画室 你可以画画 好 我还是不办了吧 怪麻烦的 小陆 房租我下个月给你 我帮他付 你帮他付 前几天交房租的时候 不说没钱了吗 我还够 赶快吧 你俩行 我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既然中午没做完的饭 我又做了一下 来 给你尝尝 好不好吃 谢谢你啊 小陆 你帮我付完房租 你也没钱了 没事 等你有钱了 还我就是了 吃蛋糕 还吃蛋糕啊 你中午没吃够啊 嗯 其实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啊 没事 你能一起过已经很好了 不过 我还是有一个愿望的 那什么 我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就能实现的那种 那你说 我肯定帮你实现 那 你陪我去个地方 走 耶 跟我来 私自翻墙 罚款五十 这怎么还不让进啊 啊 这写着呢 翻墙罚款 哎 不管那么多了 你就不问问我 为什么要来这儿吗 哎 不需要问 因为这是你的生日愿望 我呢 就是要帮你实现生日愿望 哎 哎 不过 这个墙这么高 怎么翻过去啊 哎 没问题 肯定能过 来 上来 顾一哥 这要能行吗 哎 放心吧 顾一哥 谢谢你 嗯 现在能告诉我 咱们为什么来这里了吗 我看网上说 这里是看流星雨 最好的地方 而且 都说流星雨许愿 与生日许愿叠加 会双倍灵验哦 嗯 勉强 有一点点道理吧 你不许笑我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早日还清所有债 这么多乌云 什么时候能看到流星雨啊 哎 别着急 再等等啊 哎 有亮光哎 哪有亮光 干什么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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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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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追过呀 我在这儿呢 哎 别动 快跑 别跑了 快跑 等待会儿 都快点跟着呢 你别担心啊 就我这口残 肯定不让他发款 你等我啊 你等我啊 滑安大哥 你听我说啊 你自己会儿跟我说了 他在那边进去前面看清晰 那边有个满满的那儿手下 你能玩过我说第一把我 跟我说第一把我 你能听到我 你能听到我手心四个声 你能把我打开 哎呦 怎么样了 哥 他罚款吗 罚呀 罚一百 收剧我都写好了 你俩 谁扫了一下 妈 给吧 不给还张家 下回头注意点啊 哎 哎 小陆 小陆 呃 罚款 我发了工资再给你啊 没事 就是今天没许晨月 算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好 怎么了 来 把眼睛闭上 啊 为什么 哎 你就闭上跟我来 哦 你要带我去哪儿 哎 你跟我来就是了 哎 你跟我来就是了 嗯 慢慢睁开眼睛 哇 好漂亮啊 我做的 来 快 许个愿吧 嗯 这样许愿肯定的愿 顾一哥 我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呢 跟我们吃好一阵了 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吧 划算嘛 省好多钱呢 顾一哥 其实 我一直喜欢两个人一起 做饭 吃饭 那以后 咱们 就一起 做饭 吃饭 顾一哥 来 给你尝一下饼干 啊 谁啊 我去开门 我去吧 顾一 你逃不掉的 啊 沈会兴 看到我开心吗 有没有想我 这都为了好几天呢 怎么还不进场 顾一 你上次给我拍的那幅画 还挺好看的 我越看越喜欢 是吧 我也觉得不错 你最近怎么样 还行啊 就挺好的呀 我在外地看展 回去后 我去找你吧 顾一 你在干嘛 工作期间 谁允许你打电话的 你疯了 换这协议里 也没要求不能打电话啊 那我就把协议改了 沈会兴 你适可二指吧你 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亲爱的 怎么样 你打我呀 你急着就打你了 你 小时候又不是没打过你 你这么凶 你真生气了 我记得你小时候就欺软怕硬 怎么现在还真毛病 还不是你小的时候欺负我 给我留下心里阴影了 那你说吧 你怎么样才能不生气 你打我一顿 我干嘛也打你 你一会儿别太过分就行 那 刚才的事怎么算 求这要惩罚 那这样 今天那个我放假 放假 你要干嘛去啊 顾一哥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听说一般债主都挺凶的 没事 他不敢 这不我给他放了一天假了 今天咱们俩好好玩一点 嗯 水龙头又漏水了 没事 交给我 放心吧 肯定能修好 放心吧 我肯定能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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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肺子 我肯定能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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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一哥 谢谢你 你看你衣服都诮了 但我出去玩的时间了 没事 这也挺好玩的呀 这边我再帮你擦一下 谢谢啊 想起那晚的事了 我以后啊 一定陪你过一个更好的生日 谢谢你过一个 沈会兴 真巧 巧悦了 你少装 你就是跟踪我跟到这儿来的 跟踪 我为什么要跟踪你 沈会兴 你心里没点数嘛 今天说好了放假 你再这么活闹下去 我立马给你撕毁合同 你别威胁我 不管怎样 你欠的钱还是要还的 顾一哥 别生气了 别这么跟债主说话啊 行 那听你的 凭什么听她的 她不让你生气你就不生气 回家 这个画店的门头 也太丑了 得换 凭思 你来了 对 我刚好路过来看一下 你这是要重新装修吗 对 先是这面墙 对 这墙也太丑了 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是小路正好路过 顾一哥 我听说你要开画店了 为你感到高兴 都瞎凑什么热闹呀 这些都是我朋友 你懂点礼貌行吗 顾一 这面墙怎么装饰 你有主意了吗 还没想好 我有想法 我也有想法 我也有想法 那我也有 是 什么主意啊 我觉得香鹿这个好 多幼稚啊 我看这画 还以为是幼儿园小朋友画的呢 不行 看你这画确实有点幼稚哦 这个风格 的确是香鹿喜欢的 但不适合挂在店里 那好吧 那听顾一哥的吧 我觉得吧 你们选的都没包柄 各有各的好 但最好的 应该还是我的 你的 你的是什么 纯净美 就保留一面大白墙 顾一 你就是想偷懒 你们就这么看我 好了 那我又不解释了 这样 咱们每个人的方案都融合起来 拼一个 好了 走吧 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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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找最好的墙纸 要最好的 不怕贵 帮我找最好的墙纸 我来调原料吧 你确定你可以调得比我好吗 你确定你可以调得比我好吗 确实 你这方面比我再好 确实 对吧 你人脉比较广 那幅画的授权你去玩一下 当然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人脉 喂 你有我幅画的版权 可以给我一下吗 你说那事 我这两天又飞过去给你办了 搞定 搞定 余思姐 我帮你调颜料吧 调颜料这事还挺复杂的 你学过吗 没学过 我教你 不用了不用了 别约我耽误了时间 快忙吧 程一行 你去那儿 小路 你站在那儿 把他画幅一下 你 你思议看这个画证吗 挺好的 我觉得也是 这么和谐啊 这个工资能接受是吧 没问题 那你等我一下 你别说话 听我说 小路 你没有拖累我 我 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你别走 好吗 真的吗 嗯 谢谢你 顾一哥 谢谢你 好吗皮皮姑妈 你怎么说酒不够了呢 皮特达斯 还有不少呢 这是以前我夫妻存的酒 还是她的叔叔 威尔哈密尔顿 海军上江送给她的呢 她也是和表妹结婚的 和威尔哈斯加也是表亲 我一直留着她 等阿什利回来 过圣诞节的 你们可以喝 不过可别喝光了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瓶了 很珍贵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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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啊 顾一哥 今天天气真好啊 嗯 是啊 时间不早了 咱们准备走吧 哎 等一下 顾一哥 我们来玩 打手心的游戏吧 我来打 你来赌 我如果打中你的话 就给我买棒棒糖好不好 好啊 棒棒糖 顾一哥 你最好了 我来打不动 你来打开 我来打开 你来打开 我来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挺大呀 这不是我跟萧露画的吗 萧露 林月清 你去哪儿 没事 我去那边坐一会儿就行 干吗呢 没干吗 我检查了一下没撞伤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等等 你叫什么 我叫顾易 顾易 你有工作吗 没有 会开车吗 会 那给我当司机吧 司机 我会跟你签正式合同 加五险一金 司机有竞生的机会吗 看你表现 好 那平常需要一直在办公室里待着吗 我用车的话会提前告诉你 我要是不用车你在哪儿都行 我 我还想问一下 咱们公司有宿舍吗 先去人事部报到吧 小陆 顾易哥 坐吧 你跟老板很熟吗 老板 就刚扶你进来那个 中贞 中总 公司的股东之一 我听到保安叫他中总 但我不知道是这么大的老板 所以 你们不熟 是 你好 我叫顾易 身体状况良好 驾照是C1 都写在表上了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不错 还不是因为觉得 一直在拖累你 还帮不上什么忙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你就是这样 总爱多想 我现在什么处境 只要你不嫌弃我 一直支持我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真的吗 当然了 再说了 咱们不是还要一起比赛攒钱吗 想什么呢这么高兴 顾易哥 给我来一下 顾易哥 你在储物间干吗呢 我找点东西 你挡着我干吗 里面藏什么了 你小点声 我临时住一下 你别给我暴露了啊 你住这儿 你找我什么事啊 哦 那个我送你一个礼物 恭喜你入职 谢谢啊 那个 谢谢你提醒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得赶紧收拾一下了 给我保密啊 你不是去市场部了吗 怎么回来当司机了 业绩没达标啊 我住储藏间了 老板你给我租了个房子 老板还给你找房子住 这不是接他上下班方便吗 那你这待遇也太好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这 刚才王姐找你来着 是吗 怎么还组队来的呀 组队 什么组队 没事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爸现在也不要 请我去参观一下 说不是组队 你在嘀咕什么呢 等我收拾好了 肯定要请啊 我先借水擦车了 怎么还不来啊 老板是S 就是 我去 归宜 好巧啊 我们就是过来参观一下你的新家 你们两个一起来的 我们楼上遇到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放心 我不会跟他打起来的 好好好 这不是真宗家吗 他住楼上 我住楼下 那你看看你 当医副到处扔 我给弄一下 我也帮你整理一下 那 那我去做饭吧 我帮你 老师 还要是 你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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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清楚什么了 出差的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我终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故意 是你 是你带给我了新生活 真正的生活 而不是被工作填满的 所谓的生活 你回来怎么不通知我去接你啊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 幸福和快乐 相比之下 公司前 都不重要了 故意 我喜欢你 这 珍总 怎么回事 反正事呢 就是这么个事 你们应该都认识 我也就不需要再介绍了 还要擦擦地吧 时间不早了 你送送他们吧 事不早了 你也不用操心 我们会赖在这儿 顾一 反正你到哪儿都是借助 你要不去我那儿说吧 顾一 你要是不愿意去月清景呢 去我那儿也是可以的 我这 顾一 顾一 我刚才想了一会儿 还是给你换一个物业管理更好的小区吧 这样闲杂人等就不会来打扰咱俩了 我现在就找人办这个事 顾一 你要不去我那儿住吧 跟我一起住 我肯定不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决定都会尊重你 顾一 你是不想在公司干了吗 郑总 你要是想辞退我 随时 顾一 你想好了吗 现在就做决定 你选择谁 顾一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起生活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情的 顾一 一直不说话可不行啊 你得做出决定了 别再逼我了好吗 顾一 能不能不走 顾一 你别冲动啊 顾一哥 能不能不走啊 我一摇铃铛 你必须马上出现 我们比赛攒钱吧 看谁攒得多 我想清楚了 顾一 你没必要跟他打 走 我送你回家 我不想离开你 我不想离开你 顾一哥 你要干吗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一百天 我给你准备了天喜 给我来 坐吧 还有炸鸡排呢 怎么样 我布置得还不错吧 香到不错 我 点上蜡烛 更有氛围感了 今天啊 我超级开心的 来 干杯 干杯 先生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 法式鸡排 我来切给你吃吧 啊 啊 怎么样 好 虎一哥 咱们吃下一个小门吧 走 开心 再刚才 咱们吃下一个小门吧 我都会可以拐atz 打一下 我 自己用油 放一口 右边 不要 咱们 小门 气 掌 顾宜哥 今天开心吗 开心啊 顾宜哥 我有话想跟你说 就是 我明白自己的能力不如月轻减 也没有真总的超能力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我们在一起 每天都会和今天一样简单和快乐 我之前拿自己 跟顾宜哥身边的女生做过比较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 我都没有任何胜出的地方 就比如慧欣姐 如果顾宜哥和沈慧欣在一起 将不会因为债务而烦恼 我觉得 其实 我想知道的就是 如果 我和慧欣姐同时站在你面前 你 会选择谁 傻姑娘 别比了 好 顾宜哥 麻烦你问一下快递 地毯什么手送的 好 嗯 嗯 顾宇哥 你看这个好看吗 这俩是不是也不错 这俩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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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顾宇哥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计划一下将来的生活 咱俩都没什么钱 所以很多方面需要精打细算一点 房租 水电 吃饭肯定是不能省的 但其他方面我们可以计划一下 比如咱俩的零花钱呀 买衣服的钱呀 我在这里做了一份计划表 你看 交通费三百六 然后是衣服五百 然后是鞋子两百 然后是山村 你怎么说酒不够了呢 皮特大叔 她是不少呢 这是以前我夫妻存的酒 是他的叔叔 维尔哈米尔顿海军上间送给他的 她也是和表妹结婚的 和菲尔克斯加也是表亲 我一直留着她 等Anshely回来过圣诞节的 你们可以喝 不过可别喝光了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瓶了 很珍贵的 坐这儿 顾宜哥 今天天气真好啊 嗯 是啊 时间不早了 咱们准备走吧 等一下 顾宜哥 我们来玩打手心的游戏吧 我来打 你来赌 我如果打着你的话 就给我买棒棒糖好不好 好啊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喽 准备好了 打不着 不行 顾宜哥 你手速太快了 再来一次 再来最后一次 我发誓一定会打到你的手背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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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顾宜哥 我是真的很想吃棒棒糖 你就让我打中吧 求你了 我可是出了名的闪念快手啊 顾宜哥 那你让让我们 再来一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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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宜哥 你再不让着我 我真的要生气了 再来一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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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棒棒糖 顾宜哥 你最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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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e 哎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顾虞哥 你 差一步行走壁 顾虞哥 你先回去吧 我今天不想出去了 小陆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顾虞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 是不是讨厌我啊 怎么可能 你别多想 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 小陆 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 小陆 零一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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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我先走了 哎 哎 我靠 我靠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 我去等薛水间 小陆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顾虞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 是不是讨厌我啊 怎么可能 你别多想 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 小陆 我 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 肖露 林依卿 你去哪儿 没事 我去那边坐一会儿就行 肖露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顾余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是不是讨厌我啊 怎么可能啊 你别多想 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 肖露 肖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